select case也可以寫出來 你用if也可以寫出來 那哪一種比較好呢 其實就看你自己 那哪一個速度快呢 其實差異性不大 不過要是我自己來寫的話 我多半會用if就好了 我select case我越來越少用 為什麼呢 因為又有select case又if 都是可以做多條件的判斷 那我記一種就好了 我幹嘛記那麼多種 記那麼多種也沒有說你工藝就特別強不會啊 反正程式忘了出來沒有bug就對了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讓各位了解說 你除了用select case之外 也可以用if 那if這個地方是多條件的判斷 多條件的判斷 那判斷完之後的話底下呢 當然有所謂的那個正列 那正列當然對大家來說也不是很好理解 不過你可以把它看成 在這一題的話呢 就是一個所謂的暫時存放的空間 它是放在記憶體啦 如果你也不用講那麼抽象 就是一個地方 你要暫時先寫到某一個地方 那那部分通常都會放在記憶體裡面 那記憶體裡面呢 先把它放上去之後的話呢 裡面比如說有台北市中正區 留地區號然後下一筆一直跑喔 跑完之後它不會寫出去喔 會等到什麼時候寫出去呢 最後等到回圈喔 全部跑完之後呢 才會寫出去喔 才會寫出去 那這邊當然喔 在這一個地方正列喔 還有會有一個問題存在 可能會產生一個問題 哪一個問題呢 因為這一題喔 這一題用1000喔 其實當然這個數字喔 它會故意設的比較大 可是如果說你的回圈可能會超過 就是你將來要放的資料 會大於1000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超過什麼呢 超過正列的所影值 可能它的資料有10001比的話 以上就出錯了 所以當然喔 如果將來寫程式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寫10000啦 或等等的數字啦 那像這一題喔 其實我覺得只要 只要大概這個數字的 111乘上5就好了 因為我們總共會有100